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赛近在运通 股市资政的节目 我是资政阿豪 今天在收完盘之后 坦白说有蛮多投资朋友 对今天的盘市感觉会有点失落感 为什么 各位昨天我们就从时间慢慢的去推 昨天大家预期红下链 红海它应该会有好的结果 今天应该会有一个补涨的行情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收完盘之后看外资 哇流仓净多单 突破了五万口 创下了一个新的记录 今天应该会有好结果 在早上 早上起来 看到哇道琼工业指数 又创下波段以来的新高点 那肯定今天的一个台股 有非常高的一个期望 可是到今天收完盘之后 大家心里面的失落感呈现在 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今天四月的台子期 是开高没错 可是马上又做了一个拉回的动作 到了中场收了一根黑K棒 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各位 其实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如果说你能够对于今天的盘势 你能够领先去做出正确解读的话 那我相信你今天 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你并不会感到失落 相反的 你会借由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从这市场上扎实的 把钱抓到口袋里面 我们千金难买早知道 到今天已经252集了 各位你不用252集全部看 你光是在昨天 你有看到阿哈老师的节目 你能不能够真的去掌握住台股真正的未来 昨天当一片利多的时候 阿哈怎么帮各位去做一个解读 昨天是3月30号 昨天一根长红K棒 看起来好像化解掉 连续七根黑K棒的破底危机 可是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阿哈帮各位去做了一个 更仔细的分析跟规划 他目前走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 他是一个头肩顶 怎么说 左肩在这个地方往上拉高 如果他回到颈线 又拉出一个长红K棒的话 各位 他正在酝酿一个头肩顶的右肩的行情 唯一的理由是在于 K线暗示这个点位必然在线 其实坦白讲 昨天阿哈这样子跟各位去分析的时候 是不讨好的 市场上觉得说 大家都觉得这个盘式太棒了 这个盘式肯定九千一万直接攻上去了 可是阿哈你为什么乌鸦嘴巴黑黑的 硬是说这个盘式 它是一个头肩顶的右肩 而且这地方放大 如果他来到阿哈规划这个右肩的位置的时候 他肯定要做了一个压回 因为他就是在架构头肩顶的右肩 这是不是在昨天 阿哈跟我们所有观众朋友 对今天的盘式 我们领先去做规划去做一个分析 可是各位 如果说你昨天八点到八点半 你有非常用心的把阿哈给你的这个规划 你把它放在心里面 同样的在今天收完盘之后 你会不会因为领先知道台股的未来 而得到完全不一样的结果呢 今天的盘式 有没有真的如阿哈说 做的一个规划 那这位来看 今天3月31号 我们可以预期的到 在这个地方绝对有办法再去做一个突破 再去做一个创高的动作 可是它创高的高点会落在什么地方 来 昨天是不是把这个左肩跟右肩的位置都已经规划好了 今天刚刚好来到什么地方 可以的话 同样的这个地方请帮我们做一个放大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一点都不差 昨天是收在这里 市场上一片乐观 一片期待的时候 阿哈帮你规划 它是一个头肩顶的右肩行情 而且右肩正在酝酿中 今天开高 最高点是不是刚刚好来到阿哈帮你规划的这个右肩的位置 好 各位 那如果说你在昨天 你就领先知道台股它真正未来的时候 你今天会不会得到不一样的结果 那么多的利多 结果它只是要推到右肩的这个位置 让你有一个更漂亮的点去发动狙击 那你会不会是今天市场上一个实质的赢家 而且各位 更重要的是 如果 来我们看全图 如果说它目前如阿哈所规划的 它是一个头肩顶 它正在酝酿中的时候 在这个右肩的位置 阿哈规划 它是一个头肩顶的理由是K线暗示 这个点位必然在线的时候 各位 那现在这个时点 是不是你非常积极 有时间紧迫性 去投入这个市场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时机点呢 你会问阿哈老师说 阿哈老师 你虽然昨天的规划市场上完全听到了 而且它完全同意今天就完全依照你的规划去做一个发展 可是让我们很难相信的是 你说的那个K线暗示 那个点位真的会来吗 各位 我们刚才分析的是加权指数 K线暗示 必然在线 它最好用的地方是 它不只是用在 加权指数的部分 而且它可以直接套用在 我们操作的台子起部分 K线暗示必然在线 它最神奇的地方在什么 在于它可以忽略掉市场上所有的利多或是利空消息 它能够让我们非常清楚的去看到台股真正的未来 就好比 在3月18号这一天 在3月18号这一天 市场上大家都乐观期待 可是各位你仔细去看 3月18号不就是这一波 七根黑黑棒的起始点吗 在当天 阿豪看到了一个K线暗示 8573 它一定会让我们再看到 所以即便当时冲高到8800点 再去做了一个折返 大家觉得压回就是买点 压回就是买点的时候 可是阿豪斩钉截铁地告诉你 K线暗示 它不管怎么折 怎么走 怎么去拉高 它最终一定要乖乖地回来 让我们看到8573点 时间是在3月18号 事后我们是真的有看到8573点吗 各位 能够讲在前面 事后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完全的印证 到底K线暗示它有没有这种能力 让我们看到台股真正的未来 3月18号告诉你 8573必然在线 当时的价位在8800点附近 可是到了3月30号的时候 到了3月30号的时候 你看到了指数 从8800点硬升地往下回来到 8564点的时候 各位 能够讲在前面 最大的功能就是让我们 在事后 可以完完整整地去做个验证 3月18号告诉你 8573 它一定会让我们再看到 结果当你看到了8573点的时候 是不是再一次的验证 K线暗示 必然在线 这一套功夫 它最珍贵的地方是在于 它可以忽略掉市场上 所有的利多利空消息 只有让我们看到台股真正的发展 我相信期货操作你最珍贵的一套功夫 就是你能够领先去知道 这个行情接下来会怎么去发展 所以昨天其实在节目里面 我已经帮各位去做了一个定调 去做了一个规划 今天 它的所有的利多 只为了一个目的 它要来到那个右键的位置 你如果真的有把昨天 阿豪的话 听进去的话 你会不会今天是市场上的一个 绝对赢家呢 再来 阿豪昨天在期货的部分 怎么跟各位去做一个规划 各位你仔细去看 它会来到8564点 在这个地方去做了一个止步 除了它是要反映8573 让我们再看到之外 更重要的是 来 各位 这个地方去做一个放大 好 好 OK 如果说它在8564点 这个地方去做一个止步的话 其实它是不是刚刚好 来到这个楔形下缘的地方 楔形上缘是在这里 它如果在这个楔形下缘 去做一个止步的时候 我们有理由相信 它在走的是一个下降楔形 如果说它走的是一个下降楔形的话 当它又反弹来到这个楔形上缘的位置 它是不是一个好的狙击点 不止这样 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把形态搞得非常清楚的话 这边是左肩 这边是左肩 头部出现之后来到颈线的位置 它做了一个止步 做了一个反弹 当它来到这个右肩位置的时候 各位 这个右肩的位置跟楔形上缘 它是重复在同一个点上面 阿豪在昨天的节目里面 这样子清楚地告诉你台股真正未来的时候 你有没有真的把这个规划放在你的心里面呢 我不知道耶 可是我们今天很清楚地看到了 市场它不只听到了阿豪的规划 而且完完全全地同意阿豪的规划 大家一起来看 今天3月31号 同样的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个 6月4月的台子期 是不是开高走高最高点来到什么地方 可以的话老婆同样的这地方做个放大 今天所有的利多 它是不是刚刚好来到了这个右肩 而且它是一个楔形上缘的这个地方 去做了一个止步 而且市场上非常非常的狡猾 它第一个小时 它是不是冲破了这个点 但是马上缩了回来 接下来四个小时 是做了一个压回 它是不是第一个小时在做破线少停损 而且肩又多 如果它这个地方没有突破上去的话 会有那么多的多单死在今天吗 可是各位 你如果回过头来看 如果你在昨天 在它还没有出现这个点位之前 你就非常清楚地知道 它是一个楔形上缘 合并头肩顶的右肩重叠位置的时候 你会不会对于今天的一个发展 你可以有非常非常充容的一个应对的一个策略呢 我相信这是我们所有观众朋友 你每天八点到八点半 你会乖乖坐在电视器前面 收看阿豪老师 你最想要得到的东西 而且阿豪我也不偿失啊 我们既然在昨天我们就领先知道 来到这个右肩的位置 而且来到这个楔形上缘的这个位置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出售点的时候 包括今天它会怎么去发展 阿豪是不是都非常清楚地 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做了一个报告 它会怎么去发展 包括它的陷阱会怎么走 来 各位 收完盘之后 大家一起来做个检视 昨天3月30号的时候 阿豪是不是帮各位规划 今天它绝对有这个能力 再继续往上冲高 可是当它冲高完毕之后 它是在做一个又多 破线扫听瞬间又多的动作 接下来它会做一个快速的压回 压回到颈线 当压回到颈线 在往上弹升的时候 各位这是你非常漂亮的一个出售点 详细的点位 阿豪老话一句 你如果对于出售的点位 比较没有把握的 是不是在开盘之前 你不会通电话进来 把手续办好 你就把今天的一个局级点位 非常非常清楚地抓在手里面了 重点有两个 第一个 它发展了现行 是不是确实如阿豪的规划 第二个 当它确实如阿豪规划的时候 你又没有因为阿豪的规划 而在这个市场上 扎实地把钱抓到口袋里面 说完盘了 大家来做一个验证 各位 今天3月31号 盘是跳空开高 而且快速地往上攻高 它是不是在做破线扫听瞬间又多 当它又多完毕之后快速地压回来 压回来 当它又反弹到这个8746点的这个位置 我想请教各位观众朋友 在这个位置到底是要买多 还是要在这地方去做一个放空 你或许会还摸不着头绪 可是如果你是这样子想的时候 我想请教各位 那阿豪昨天告诉你 这个地方高档收两黑 它一定会有低点 当它又反弹上来的这个时候 高档收两黑 它一定会有比这个更低的点位的时候 当它来到这地方 做了一个反弹 来到8746点的时候 请问这个地方 你还要去思考 到底是要买多还是要卖吗 你或许会想说 阿老师 什么叫做高档收两黑 必有低点 各位 起货操作 它有固定的步骤跟手法 跟着阿老师长期奋战的 起货叫战手册 起货 必胜数 你一定要把它带在手边 你把它拿出来 拿出来 你翻到 来 K线理论的部分 K线理论它是一个最简单有效 掌握波段转折的K线 第一条是什么 高档收两黑 必有低点 高档收两黑 这个点位肯定灌破 所以当它往上攻高 扫完听损之后 兼又多之后 压回到景线 又弹上来的这个时间点 8746点 请问 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 你很笃定的知道 这个点位肯定灌破的时候 那这不是你最漂亮的空点吗 你要知道台股的未来 真的是千金难买 找知道的事情吗 那今天确实有这么样去发展吗 各位 你回过头来看 这不是一个最漂亮的空点吗 当你知道这个点位肯定灌破的时候 当它弹上来的这个时间点 不就是阿好帮你规划 的这个聚集点吗 规划的聚集点是多少 8745到8746来跟进放空 所以当它弹到这个8746的时候 从景线这地方弹上来到8746的时候 各位 是要买还是要卖 是要买还是要卖 你才能够在这个市场上 真的去赚得到钱 包括这个现行 如果你在昨天你很用心的 把阿好老师的规划 把它放到你的心里面的时候 你非常清楚的知道 那三大利多 红下链的利多 外资净多单超过五万口的利多 包括道琼工业指数 再创波段新高的利多 你都能够把它做出正确的解读 而且你能够非常精准的去掌握住最漂亮的一个出售点 所以千金难买早知道 你不用看完两百五十二集 你光是昨天看了那一集 你是不是就马上去得到了一个结果 要知道台股的未来 真的不是千金难买早知道的事情 而是有正确的方法 所以如果各位观众朋友 你如果是我的观众朋友 你在今天收完盘之后 你发现阿好老师的规划 确实获得市场上的认同 而且完全同意做出反应之后 你发现自己已经先掌握住台股 它真正的未来了 可是你今天回过头 你检视自己的保证金专户 并没有为你带来实质的收益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问题点是出在什么地方 期货招作不是应该掌握住未来 就可以帮自己去战胜其他的投资人吗 可是阿好帮你掌握住未来的时候 如果你今天还没有办法扎实的 去打败其他投资人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盘中少了些什么东西呢 昨天阿好拿着这张字卡 告诉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详细的规划聚集点 阿好都已经帮你规划好了 在这个时间点 如果你对自己在隔天盘中 开完盘之后 你没有办法去掌握住 那个非常漂亮出售点的时候 是不是对自己好一点 不会动电话进来 把手续办好 你马上就会做 你一开盘就可以因为站在对的位置 而把市场上的钱扎实的抓到口袋里面 阿我是不是在昨天 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贴心的叮咛 那昨天有打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 你今天有没有因为 你对自己好一点 而成为这市场上一个实质的赢家 你今天又是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盘式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会来跟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做详细报告 头痛 请用五分猪 吹气贴 请用气贴 五分猪 五分猪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雇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 一把兆 购得投雇 就是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雇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雇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兆 旗鼓双赢 一把兆 购得投雇 就是 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我喜欢不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影迹 Choose your own life 额排气密窗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包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尽其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药小心 居家安全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那各位 其实说穿了 期货操作 你真的要战胜市场 很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未来 但是更重要的是 你开盘时候的那个气势 影响到你出手的一个自信度啊 所以ROS不是特别叮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你如果说自己在面对盘中的时候 你要再一开盘 你就站到对的位置 马上把钱抢到口袋里面 把所需办好你马上就会做 昨天你有打电话进来的 你今天有没有达成这样子的目标 今天是3月31号 早上的8点46分 期货几点开盘 8点45分啊 你开盘 马上收到一通 阿豪老师的文字简讯当冲了 台子零四目前报价在8785 用试驾直接放空 因为阿豪要带你抢一个好的位置 是不是一开盘 你马上就抢到了一个好的位置 因为你抢到了一个好的位置的时候 各位你能不能够扎扎实实的 把市场上的钱 把它放到口袋里面 到了9点12分 当中手上空单试驾 获利平仓 你是不是扎扎实实的 因为抢对的位置 所以抢得到钱 各位你去思考一个问题 当开盘的时候 大家还在那边兵花马乱 可是你因为阿豪的一通文字简讯 让你马上去抢到一个好的位置 马上就从这市场上 把钱抓到口袋里面的时候 你当天的气势会不会感觉很不一样 今天实际发生什么事情 各位 今天早上是不是8点46分 8点46分一开盘 8785这地方试驾放空 当试驾放空完毕之后 各位 当它压回来 到8757这个地方 各位这是不是一开盘 你就扎扎实实的 因为抢到了一个对的位置 把市场上的钱扎扎实实的 抢到口袋里面 那你当你一开盘 注意听哦 是一开盘 一开盘的时候 你马上就把第一笔钱 先抢到口袋里面 各位那你会觉得 当天的交易完全不一样 你会觉得当天的交易 你是充满百分之百的自信 昨天呢 昨天R好也是同样的叮咛各位啊 如果你想要在一开盘 就站在对的位置 把手续办好 你马上就会做 那昨天进到团队的 来 各位 昨天其实是一个挑战 昨天其实是一个挑战 为什么 各位注意看哦 这个是今天 今天开盘放空 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昨天 开是开在这个地方诶 开在这个地方 它出现了一根长红诶 可是昨天 你如果一开盘你就站在对的位置 你是不是同样能够抢到好的结果 昨天8点45分 一开盘 8点45分 一开盘的时候 台子零四 报价8 5 6 4 7 试驾放空 各位你没有看错 试驾放空 一开盘 好 带你马上抢了一个好的位置 可是这一笔单 我们在9点05分的时候 马上手中的空单试驾 做一个获利回补 因为我们的目标不是要跟他拼到底 我们的目标是扎扎实实的 从这市场上把钱抢到口袋里面 9点05分 其实你看到的 他是不是做了一个压回 可是坦白讲 20点不到 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抢钱 20点不到 市价获利回补 是不是仍然得到了一个好的结果 昨天 前天呢 前天同样的道理啊 同样的道理 8点45分 8点45分 台子零四报价 是不是一开盘 马上就出手 市价放空 我带你抢一个好的位置 抢到什么好的位置 各位 抢到好的位置很重要 因为抢到好的位置 是决定你能不能够 从这市场上把钱 抓到口袋里面的 决胜关键 是不是抢到了一个好的位置 抢对了位置 抢对了时机 你就扎扎实实的 从这个市场上把钱 抢到口袋里面了 各位 你仔细回过头一看 今天 昨天 前天 连续三天 完全不同的形态 可是因为 你在一开盘 你就抢到对的位置 你是不是得到了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结果 同样的 啊好 再次叮咛 明天突破跟进 详细的点位 我都帮各位规划好了 如果你对自己的出手点 比较没有把握的 开盘前 你不会痛电话进来 把手续办好 马上就会做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头痛 请用五分猪 吹记听 请用记听五分猪 五分猪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顾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顾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 一把照 顾得投顾 就是 是 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2578-3000 投资 获利 双指标 购得投顾 您信赖的好伙伴 我们的专业 帮您掌握市场脉动 我们的自信 帮您创造傲人绩效 购得投顾 用心照顾您的财富 期货股票双振照 旗鼓双赢 一把照 购得投顾 就是 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台湾要和世界做争议 需要更多的好朋友 当其他国家都在签 自由贸易协定 我们当然不能缺席 台湾走出去 经济更有力 外资走进来 产业更升级 Thank you 加入区域经济整合 再创台湾经贸奇迹 当股市千变万化 当操盘千同万叙 当机会千载难逢 今日请用